大家好,歡迎收看 古海飛航那麼台北股市今天最後就漲了113點 我們看最後結果 那今天行情主要是開低啦 因為主要還是先去反映了一下 這個美國的6月CPI 那個利空 開低之後呢 那一路的向上拉過平盤之上 最高漲了125點 收盤漲113點 今天的行情主要還是在找盤 找盤 因為 昨天CPI6月CPI公佈是比大家預期的 超出了來到了9%以上 那 以正常我們講說回到兩個禮拜前來看的話其實 沒有跌個兩三百點 沒辦法交代了對不對 但是你看今天不一樣了 開低之後 拉到收盤 漲100多點 那也就是說其實你從CPI在昨天公佈 而且數據這麼差 那你可以 你就可以很合理的去解釋 為什麼國安基金在 原本前一天跟你說他沒有要進場 的隔天馬上可以改口說 準備要進場 兩天的時間 應該來講是24小時的時間內 可以改變一個決定 很多人納悶為什麼突然這樣決定 你到底是有什麼樣的一個看他們他們考量點到底是什麼 24小時內就改變了 那今天這個數據公佈之後其實你可以很合理的去解釋 為什麼 你就回頭到我剛才講的 如果 如果沒有他告訴你說他們要進場 不會有昨天大漲300點 那如果沒有昨天大漲300點 那麼你看喔 如果沒有昨天的大漲300點的話 那 怎麼可能跟13928 拉開一個距離 如果沒有這個紅K大漲300點昨天 那怎麼可能跟低點拉開一個距離一個空間呢 因為先拉了一個空間起來了 所以你CPI的數據利空出來之後呢 今天怎麼測 測低下來 根本你要破低 不可能嘛 再出手拉高就收紅上去了 所以 那個時間點 這一天的方網跟你說他要進場 創造這個空間出來 跟底部越拉越遠 空間拉出來之後呢 你迎接利空出來 反而變成這種結果 而且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呢 他告訴你他要準備進場 因為月底還有一件事情 7月底 那 FED可能要考慮要升息 要怎麼升 市場因為市場現在有一個最新的一個說法 認為 有超過7成以上的一個機率會升 100個基點 就是升4馬 那升4馬 基本上全球也不是首例啦 因為加拿大也是一次升4馬 加拿大也做了這件事 那所以現在重點是美國會不會在 7月底 一次升息升4馬 那如果一去升息升4馬的話 市場要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當然 短時間你所看到市場的反應會認為是比較偏 市場會用比較負面 的 方式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所以呢在本月月底前 勢必 市場的多空會 持續再做一個交戰 那極有可能會造成 股市的一個震盪 所以為什麼國安基金他前兩天跟你說他突然2010號之內改變說法 他認為他們要 準備要進場了 我相信應該就是跟CPI的數據 甚至到月底前的升息 4馬這個想像 這個預期 那脫不了脫離不了什麼關係 也就是說 此時此刻這樣做一個決定 基本上就是要就整個7月份到7月底以前 整個行情 不要再去破低了 他們的規劃應該就這麼簡單 因為這兩個事件其實就是 應該說你兩個禮拜前如果說這個CPI數據公佈的話今天全力碼跌兩三百點 所以代表說 月底前7月份月底前這兩個 兩件不確定的 的一個因素 一個已經確定了 CPI的數字 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要升級碼 這都足以造成 整個指數的大動盪 所以在 此時此刻告訴你他可能要升息 可能要進場 國安基金可能要進場 基本上 你可以用很合理的 解除 為什麼會突然 24小時 改變這個決定 突然要決定要進場 那 所以整個劇本 你會發現劇本大概就是這樣寫 所以 耳後他們的想法我們認為他們想法應該就是什麼 先站穩十字均線吧 就是說 在月底前 月底前還有要升息的一個疑慮嘛 所以月底前或許還會有一些震盪 可是你怎麼震基本上他應該還是想要守13928嘛 那不要再不至於再破底 然後形成一個底部在這個地方 成形 那如果要這樣做的話基本上就怎麼樣 就應該在這個區塊那邊來回震盪 來回震盪區間 然後試圖看能不能站穩十字均線 然後再做 真的升息 升息 塵埃落定之後 最後可能再補個量 再表態上去 有這個 做法應該是這樣朝這個方向走的機率比較高 那如果是走這種機率的話 那不就是回到我們昨天所講的嗎 對不對昨天我們就講過了 短時間雖然昨天大漲 可是短時間內向上的空間我們還是先看 不會太多 為什麼 因為 壓力在14500 那14500大概就是在 大概在這個位置左右 所以我們昨天就講接下來我們認為 行情指數的部分呢 應該就會在14500 上下 14500以下然後呢 十字均線之上這個狹隘的空間裡面 起伏的震盪 機率比較高 那花一段時間 之後等到它走平翻揚 那就有機會下一段就上去 那就那回頭一看這就是一個 短底成型的 昨天我們是這樣看待規劃的 那你目前再回到市場的一個 態勢來看的話 跟國安基金這個時候宣佈 就這樣動作來看 似乎整個劇本似乎也是想要這樣寫 那能不能成功能不能這樣子這樣短底就確定 未來要做上去 那我們當然是期待 持續向上走 但是你行情 規劃規劃 隨時有什麼改變 我們還是要馬上去做調整 那個股操作呢 那這種格局之下我已經講過了 雖然啦 就是大家都知道 國安基金竟然就這樣講了 你去回到歷史的經驗去看 往往都是一個相對低啦 不敢說是絕對低 這至少都是相對低的 成功機率極高了 那既然如此的話 很多人說那可以考慮進場了 那可以考慮進場 那請問你要買什麼 我一直強調 不要去買那個反彈的啦 反彈股票對有時候他反彈 一轉折一個反彈 你看起來還蠻強勢的 可是事實上他後續的 那個 波段的延續性 不會太強啦 那你短線 賺了 可能賺不多 可能就要走了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啦 所以我還要告訴各位 可以抓轉折 但是 盡可能不要去碰 反彈的啦 你的資金此時刻應該是把資金重新再做整理了啦 重新整理去找尋 接下來 基本面進入動能的 成長期的標的 這種標的 他的漲才是有機會漲真的 代表因為他的股價過去根本沒有反應過 過去的基本面還沒有進入成長動能 還在後續還在向下走下坡的過程 所以過去的股價是沒有反應的 可是我們要去找出這種標的如果他接下來的 基本面的成長動能已經落底 準備翻揚了要開始向上推了 那股價呢 會在未來陸陸續續公佈的營收裡面 會先 比營收報告出來前 會比財報出來前 會先向上表態 那這種標的 是我們現在要找出來的 可是這種標的基本上你還是會有一些蛛絲馬跡 會露出一些 訊息丟給各位 讓你去 確認 譬如什麼 來 其實你看最近我們陸續跟你報告的一些標的 事前跟你預告的標的 基本上都是有一些訊號可以去查探的 那第1個 4979華星光 我講過他過去不好 過去不好過去股價都沒有反應因為你的成績不好 那問題來到你接下來如果成績會好的話那我股價一定會在成績交出成績單之前股價先向上表態 可是你要怎麼去 你看到了什麼訊息 至少一個訊號 毛利率增加27% 出現多年來的大轉機要有虧轉盈了 所以股價會先走一段先走一段去反映未來的財報 股價是買是買未來 講完之後7月4號講完之後呢 7月7號 漲停板 然後呢7月8號隔天又漲停 12號幾乎又要漲停 就走一段上去了 所以 機會就在這裡 現在就抓這種 抓這種 過去沒有很好 過去股價沒什麼反應因為它過去成績單不好嘛 可是現在它 不一樣啦 對不對 那這種標題把它找出來 所以我說很多人說我要找那個跌生的 我講過跌生的 之所以叫跌生有時候 它伴隨是什麼 它伴隨就是我 我可能之前 漲了一倍兩倍三倍四倍了 然後我這次跌下來跌了四成五成 算不算跌生 算啊怎麼會不算跌生 可是 因為它過去因為曾經漲了兩三倍四倍五倍了 它跌個30% 40% 甚至50%跌一半回來了 當然是跌生啊 但問題是這個跌生 那背後的含義是什麼 背後的含義是 我之前成績很好 業績很棒 可是我股價反應過了 那我現在可以跌三成四成 那代表什麼 可能我接下來陸續要公佈的財報 跟過往好的時候去比 可能 成長動能是向下走的 那你要去接這種股票嗎 所以我才說 你不要任意的去冒險 去拆 一個標的 跌了三成四成 你覺得 便宜了 可以低階了 不要任意去這樣拆 除非你看到它未來的財報了 除非你看得到它未來陸續 準備要公佈的財報 你看得到的話 那我沒話講 問題是你看不到 不要賭 那怎麼做呢 那要怎麼做呢 就像我剛才講的 去抓這種確認 OK 好 所以你就成功了 對不對 幾乎三根漲停 然後去抓這種 未來幾乎可以確認的 那它在轉折區塊的尾聲的時候 你要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呢 7月6號 我跟你講了 你先登記嘛 你要跟單了 你就先登記 你沒有登記 我怎麼知道我要通知誰 所以你必須 你必須要先 做第一個動作 你要登記 你要跟單 你要留這個保留上車權 你要先登記 登記完成之後呢 7月6號講完之後 7月11號漲停板 對不對 13號又幾乎漲停 是不是就 就變成就上去了 對不對 那你回頭看 你是不是買在轉折區 是不是 對 好 股票應該是這樣操作的 把好股票選出來 所以你看我們陸續 所挑這些標的 哪一檔交不出成績單的 這續軟 第一根漲停 我給你報告 營收暴衝 第一劑易配的成長35倍 7月8號隔天又再漲停 兩天兩根 續軟 然後還有沒有 還有 像今天你看今天我要跟你公佈 這一兩檔股票 我說過你現在找股票 秉持一個原則 不要一天到晚只想著我要去抓那個跌生的 我已經講過跌生的它就是有陷阱在裡面 不要輕易的掉入陷阱 要找要有機會走回升坡的 昨天13號雅系漲停 昨天漲停 EPS YOY 288% EPS年增288% 今天他幾乎要挑戰第二根漲停 今天7月14號 你看像這種標的 他在走什麼 他有基本面 他在操作成長動能 對不對 所以他一旦要表態的時候他可以很快的漲停板 隔天這樣今天又幾乎要挑戰漲停 這是雅系 還有什麼 再舉例說明 我現在跟你講我說過我們 我們挑的標的我們操作的股票 我已經講過了 你永遠記得 不要脫離基本面 只是說你現在挑的基本面的標的是哪一種類型 我講過了你要買的是未來 買的是未來的基本面的公司 可是他現階段一定會透露一些訊息讓你去 去確認 那你去更進一步去了解 去追蹤 去了解 未來的怎麼樣 他的未來如何 今天的3590盤移 也是大漲 那 其實已經 從我們進場到今天已經 偷偷的拉了一段上來了 從這個區塊 上來 今天又創高了 今天又創高了 所以已經從這裡 到這邊已經走一段了 那我今天跟你公開 這是我們的盤移 反正重點就是事前先佈局啦 你提前佈局的你絕對賺錢的啦 怎麼爬怎麼爬 越爬越強越爬越強 越爬越強之後呢 不爬出去噴出了嘛 那你現在回頭看 這不就是一個 轉 區間之後 準備 準備表態的 有沒有 準備表態前的位置嗎 那所以這個位置不是最佳的位置嗎 對不對 脫離一個整理區 準備上去的 最後轉折的買點 就上去了 就開始累積獲利 擴大獲利 這是盤移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最近挑的標的 我講過其實 不是最近而已啦 其實這一路以來我講過 什麼叫基本面 做股票最難的就是什麼 你買的是一家企業的未來基本面 可是偏偏你看不到他的未來基本面嘛 因為他沒有公佈你要去哪裡看 所以我常常講說研究部研究員在哪裡 研究部要做研究部要做什麼 研究部能夠有休息嗎 想休息找不到時間休息 太多事情要去討論了 太多事情你要去給我確認出來 而這些事情偏偏很困難就是 人家根本沒有 他根本 那都是未來你要去評估未來 你今天去拜訪一家公司 你要去了解是什麼 他過去有多好嗎 不是 你今天去拜訪一家公司 是要你想要知道 他未來會怎麼樣 最起碼下個月 下下個月 未來的這一季會怎麼樣 至少你要抓到這 這個三個月的事情嘛 所以研究部就做這種事情 那如果你研究部還在 一聽到我跟我報告 他過去有多好 過去如何如何 那這種研究員 也不是我們要的 你根本沒辦法找 告訴我未來的一家公司 未來嘛 所以當我們在追蹤一檔標的 我們認為他不錯 有透露出一些 蛛絲馬跡告訴我 他可能不錯的時候呢 我們要再進一步去確認 他未來是不是能確定 如果是 那轉得確認 就是出手 所以這一檔一檔的獲利 其實是這樣來的 那時時時刻你該注意什麼 再回到現在 你的機會 一樣 我還是告訴各位 要來跟單的 要先撥電話啦 你沒有先撥電話 而後我怎麼撥電話給你 你先撥電話過來 而後要跟單的 我們以後就可以撥電話 回撥給你 回撥給你的時候 你要進場 你就可以選擇進場了 只是 最後決定權 要不要買還是在你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要帶你買什麼 現在要去留意像這種標的 這個就跟華新光很雷同了啦 那個背後的故事就很雷同 就是 我這一路你看從高檔區 我開始回來 我休息休息休息 休息好多年了嘛 這是月線喔 這月線 一根K線代表一個月一個月一個月 這麼多年的 空頭的修正 那縱使台北股市經歷了 18000點的一個歷史高 他也沒反應 那你就知道原因很簡單嘛 財報在動能再向下走嘛 然後呢 在虧損嘛 公司已經走路虧損了 所以呢股價就長期修正 長期修正 可是問題是 他的未來如果會很棒呢 跟華新光一樣 如果他的未來出現了機會了呢 對不對 如果出現機會 他讓我股價應該會比 會在利多出來錢又先上來嘛 所以那個機會你要逮到 你要抓準時機 絕對不是等到未來 財報出來利多出來 你說你再跳進去買 已經太晚了 轉折的位置已經過了 所以那個轉折的時機你要很拿捏的很精準 那你抓不到的我抓給各位 我認為現在就是轉折的一個最佳時機了 那他有沒有透露出什麼蛛絲馬跡一些訊息呢 有 修正這麼長期這麼多年之後來到這種位置 他告訴你我盡力增加了400%了 盡力增加了400%在這種位置出現了 那試問各位 如果再確認他耳後的財報的話 耳後的一個訂單 耳後的一個方向確認的話 那其實這個就是最佳位置嘛 所以要買未來就是買在這種位置 那這種標的 一樣 而且重點是 它是低價股 它是低價股 之前虧損的公司嘛那現在 股價相當便宜 那你要買多少張你盡量低價股你絕對 輕鬆進場 不會有壓力 要跟單的 電話先撥 先撥電話要跟單 而後我們才能回撥電話給你 你要等我電話很簡單你要先撥電話過來 那 屆時我們要我們通知你的時候你就可以 及時 可是那個當下你要不要跟你要不要買 你可以自己有決定 不勉強但是你有那個權利 你有一個保留的一個上車權 就像華欣光當時他們 自行一樣 你有那個上車權 我先通知你 那你要不要買你自己決定 那想要保留這個 上車權的請現在來電 參與跟單 我們待會再回到 節目現場 我是曾忠祕 非凡商業台 全球公關店 提供您理財新事業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非凡 新文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我們力圖台灣 放點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 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非凡商業台 非凡商業台 其實或許在台北股市經歷很多年的投資朋友 應該都有感覺 都在等待什麼 就等一個國安基金是不是要進來 因為每一次進來的時機都差不多 就是真的能夠在一個相對的低檔區 所以其實有一部分投資本 確實在等這種訊號 所以最近其實確實有一些買盤回籠了 可是問題是向問題來囉 這個買盤回籠你要買什麼 那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投資朋友會去買什麼 就是我這兩天一直提醒你的 我真的建議不要碰到那種標的 你會去買的是什麼 你印象中它去年很強 那你現在再去查它今年 現在目前這幾個月公佈的財報還不錯 還是不錯 所以呢 然後再看股價跌了三成四成了 你會想要去接這種股票 可是你永遠忽略了 去年它很強 所以你對它印象深刻 那為什麼它很強 因為它已經持續在反映要公佈的營收報告 財報 也就是說它已經在反映完了 那現在未來的每一個月 都去還要準備未來才要公佈的東西 你看到了嗎 問題就在這裡 你沒看到 你根本看不到 那股價可以跌三成四成下來 你覺得它相對便宜 那請問 未來如果財報速度公佈出來 譬如說有些IT設計公司庫存的壓力 有些IT設計公司它基本上可能 你會發現它就是營收的動能已經下來了 一二月三月可能表現都還可以接受 四月之後五月六月那個下降速度越來越快 有些電子股就是這樣子 庫存壓力的啦 或者是一些IC設計公司啊 那個訂單 相較於幾個季度前差很大 那這都是你要留意的 因為過去數字好 可是現在未來數字差了的時候 你還沒看到 所以有一半眼上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注意 不要一直去想我要買那個跌升的 股票跌有時候背後是有某種原因的 好 那再來 那買什麼 你要買肯定的 不能買確定的 或者你猜測的 你覺得好像是這樣 沒有 要買肯定的 肯定變好的 肯定變好的 你就可以大膽去買 那因為我要跟你分享 對不對 我說你要來一定要跟單的 那我當然不能夠 這不能草率 要來跟單的觀眾朋友 我們不能草率 所以我挑給你的 絕對是 你先從位階來看你就知道 這家公司背後的一個story 大概是什麼 你覺得在這裡會出貨 還是有人會在這裡出貨 好啦 那如果你認為 這裡是高檔才能出貨的位置 那很簡單嘛 連續長期修正好幾年下來之後 量能慢慢萎縮萎縮之後 那不用去思考出貨的問題 因為根本不會嘛 好 那再來囉 在這種位置 它告訴你 盡力增加400% 那請問你 要等到股票確定 拉兩根三根上去之後 你才要看到這個東西嗎 很多時候有些標的 有些企業 股價還沒有動 但是有一些資訊 已經透露出來了 所以股票市場有時候就是 當我們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確認嘛 因為我們還要再看的是 未來如何嘛 從已知的數據 還不夠 我們還要從已知數據裡面 我們再去追蹤 到底未來是不是確認 動能上來了 油虧轉贏了 是不是這麼確定 如果是 那我現在去買 就是買一個未來 因為它的未來就要向上了 你有意思嗎 所以我跟各位分享 你看你現在去買一檔標題 買來這種位置你說安不安全 而且重點是它接下來要走 波段上去 機率非常非常高 安不安全 不要一直心存的想什麼 我要去買那個疊深的 疊深的 我低階疊深的 這個難道不是一個疊深的嗎 可是我的疊深不是因為我之前漲高 懂嗎 我不是因為之前漲高了我疊深 真的不是 我是真的 真的 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回檔之後 進入低檔區的 公司轉型準備上去的 懂我意思嗎 這個才叫做真正你要去低階 要買要買這一種 如果要跟單的觀眾朋友 請你記得先撥電話 我們才能再回撥電話給你 來電參與跟單 有興趣的趕快撥電話 明天再見 拜拜 請訂閱 拜託 Chase 按讚 按讚 按讚